水利部昨天会商研判 当前全国殉情的时候表示 今天全国多地将会迎来 新一轮的强降雨 江西 湖南和广西等地 多河流将会超过警戒水位 据我们分析 这次强降雨过程 跟前期刚刚发生的 这次强降雨过程 雨区比较重叠 加上这些地方土壤 已经比较饱和 江河滴水比较高 目前还有几条河流 没有推到警戒水位以下 有可能再次发生 超进一场洪水 因此我们提醒相关的省份 做好防疫工作 据预报 今天湖南湘江滋水 江西昌江仍将持续超紧 长江中游赶流九江降段 及鄱阳湖将超紧 此外受近期强降雨影响 黄河上游发生两次编号洪水 目前赶流兰州段流量 超过警戒流量 水利部信息中心 发布洪水黄色预警 提醒青海 甘肃 宁夏 内蒙古 广西 广东 江西 湖南 安徽 江苏 等有关省区和社会公众 做好防范工作 还有3月2日事顶 我能否划河南